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理解他在角色故事的一开始 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 对于法律 对于他身上背负的社会责任 因为他是一名警察 他的职业的道德操守都很一丝不够 就包括对于只看证据说话 然后对于自己 即便是自己的兄弟 对上的兄弟做错了事 他也是不留情面的把他办了 他一开始是这样子一个 少了一点感性面的人 一直到后来他发现他这样的一个视角 很容易忽略更真实的一些细节 所以才会让一些 才会让女主角这样的一个事件 变成了一个冤狱 那当然他也是 因为意识到这一点 慢慢慢慢的去改进 同时也是因为女主角的感化 让他稍微懂得感性面 要多出来一点 第一件事情它就是 时空背景 再来就是里面的办案 因为我其实有一部剧叫 我其实当时很喜欢那种氛围 因为长大了 然后对表演也有多一层认识了 想要回去再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办案 的这个题材理念 然后再来就是武打 没有尝试过 特别想尝试这样 撑不下去 是真的到自己受伤之后 才真的要咬着牙这样子 忍着那个痛 不然其实前面除了胆怯之外 是派出兴趣来的 然后是派出自信来的 然后一直到没有保护好自己 然后就急性拉伤 那个脖子这边的肌肉这样子 就是完全起不来 所以早上 隔天早上起来是必须要 他们把我拉起来这样子 但是最后一场很重要的戏是开场的打戏 所以我不想要随便草率的就让体森草草带过 还是希望自己能做多少 我当下就没想那么多了 我觉得既然受伤了就 不去想那些 就把它撑完这样子 当下是这个感受 没想到现在 没想到现在 你遇到事情 已经能处遍不尽 这一点 我都自贪不如 龙大哥 你别担心 是你给了我希望 其实蛮妙的就是 我跟徐静怡仿佛在拍两部曲 因为他几乎都在A族的监狱里面 然后我几乎是在B族的打斗里面 度过的 然后鲜少有机会真的能够一起拍 但是只要一拍 我们几乎都是在看守所 就是那个探望室啊 或是警局里面的监牢这样子 场景确实对这个情感的堆叠是有些加分的 因为他是受冤入狱的嘛 所以他的情绪永远是很压抑的 永远是很想让人家保护的 然后加上龙天宇的个性 本来就是会路见不平 拔到想住的人 好像我们两个是牛郎之女 舅舅才见一次 所以其实这个感情的累积是很纯粹的 就是他没有太多的浪漫 他最纯粹的是他这两个人 彼此依靠彼此信任的这个过程 林九哥是一个故作坚强的女人 就是当他受到冤屈 他还是很 鲜少真的就是 豪淘大哭或是 傻娇或对谁 真的很 很彰显他内心的不安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压抑 然后表面很坚强 其实内心很需要帮忙的人 小屈不是压抑的人 小屈挺容易 讲出自己想的想法 对啊 他其实在拍戏的时候 呃 就被限制吃东西 然后他就是有点 我就看已经这么瘦了 还要让他限制吃东西 我就觉得有点可怜啊 对 就是觉得会有心疼的感觉 其实很甜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包括叫一只鸡 然后还有酸菜鱼 火锅 麻辣锅 牛肉锅 哇 很多都很好吃 寇正海老师 还有圆花老师 我超兴奋 我听到跟看到他们本人的时候 哇塞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看戏的时候 我觉得最 怎么讲 他们都是戏里面的一个稳定因子 你不用担心他有任何的 出戏的动作或是台词 他就站在那儿 光拐杖一出 气场就在那儿 他对于演员 对于我们这种 后生小辈来说 是帮助很大的 是帮助非常大的 可以跟老前辈拍戏最爽的地方 就是不用担心 就放胆的去演 反正他们会在那儿 当你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 你就是知道你要收或是放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还是谢谢你 救了林九哥 我既然都来了 总得有点用吧 我知道我是最终得到女主角的人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点胜过他 哪一点胜过他 我关节比他高 我后来当局长 我看我的俸禄应该也比他高 我武功也比较高强啊 在戏里面 然后还有什么 我觉得隆天宇这个人 比较像是一个可以嫁的人 就是对于 反而米热那个肖林峰是有点万事不公 有点漂浮不定的 就还在玩心很重的那种状态 那龙天宇其实是可以成家的人 随着今天一整天的访问 他好像又有一点回到自己身上 演员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生物 你知道吗 对 原本真的是要忘掉了 龙天宇是谁啊这样子 现在又回来了 因为你如果前阵子问我说 你用龙天宇的语气 讲一个台词 我那时候是讲不出来的 你现在能讲 现在可以啊 尚乌成立 没有法外之人 也没有法外之地 只有康永哥吧 因为他真的是学士渊博啊 有时候他在劝我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坚持也没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他就会让 他就会丢一些话 让我觉得哦对 他反而会让我停下来思考 这样子 然后他常常会送我一些书 让我看 最后什么最后的正义啊 好像在还是在鼓吹我 多对这个世界多一点关心 这样子 对 其实我自己上好像还蛮多好玩的 可以分享 比如说我怎么坚持健身 然后去游泳啦 然后最近因为自己自己住 我之前都跟家人住 然后开始从买菜 买家用品 到我 我开始会知道哪里东西比较便宜 哪里比较贵 然后什么时候买 这些都好像跟我原本是不相干的事情 包括我现在种那个植栽啊 我种一棵白水木 然后前阵子刚好遭到一个虫害就是 红蜘蛛很小很小红蜘蛛 很小这么小这么小 然后我同时养死了一只 一株那个龙蛇兰 龙蛇兰是全世界最好种的植物 被我养死了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那个盆栽的那个厂商 它的土下面就是米菠萝 泡泡沫 对 所以变成我浇了水之后 那个东西一直浸着水 因为龙蛇兰不能长期有水的 所以它就开始从 跟它的筋那边干 主干那边开始分泌一些 溃烂的那个汁液 巨臭无比 然后我就很担心 我就一直查说 龙蛇兰很好种啊 怎么可能会死呢 就活着就没有养死 是那个不肖厂商的错 就开始生活小细节 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 然后这些小生活 我觉得你必须要自己 你自己住你才能够去感受的 然后开始会煮菜 就开始从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个 水煮菜啊 然后到做沙拉 然后到煎牛排猪排这种 我的运动总的也很丰富 打篮球 健身 跑步 跟这个刚刚说的游泳 对啊 其实也挺丰富的 我在 然后还有 前阵子Porty生病 然后担心了半死 因为他都不大便 就是狗狗不大便 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一直听他肚子 听他的肚子就是 一直叫一直叫 那种咕嚕咕嚕咕 然后再去医院看他 发现他是那个 食物过敏 所以他的肠子 里面都是过敏反应 肿胀 所以他吃东西也吃不下 喝水也不喝 我真的 我这一生 最担心的时刻 就是这时候 我浩海 我那几天的行程都被他打乱 就是该做歌也没去 然后该开会也没去 都是去照顾他 然后一直到他 他以前乱 乱上厕所的时候 被我揍的 就是打屁股这样子 到现在他开始大便 说好棒好棒好棒 太棒了 就是不管你搭在哪里 你只要不要搭在我床上 我都是一番称赞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的人生 正在经历一个疑惑期 可以开一个系列 叫做亚伦的独居生活 怎么听起来有点爱妻 独居生活 有点凄凉 好像在家里 对 独居生活 雅伦带你一起生活 零九哥的方式 零九哥的方式 他平常没有什么话 你们一定要看 请吃我一双吃吧 你们不看我很伤心 你们一定要看 大概就这样吧 哈哈 好好 哈哈 多么尴尬的一件事呢 啊好来再一次啊 你们一定要看 请吃我一双吃吧 你们不看 我真的会很伤心 一定要看 不然咖我就继续演了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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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